字幕提供 萬人轉合牌制行動即將要開始進行空拍 請所有參與遊行的民眾到廣場中間集合 牌制基本上希望是透過一千八 八百個人集合 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去開啟今年在費盒這件事情上 要踩出的第一步 我希望把台中這裡的青年人也召喚出來 透過去排斥這個感覺上 是一個滿有趣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共同去完成這樣的事情 他們也知道了它的意義 他們也都會在費盒這件事情上參與得更深入 走得會更久遠 那因為他們也組織了自己的一個隊伍 那這些隊伍以後都可以去發起一些小的運動 那我想今年的不合作的運動 不要跟何能來配合的運動 要把公民的力量要拿出來的運動 要透過這些人才可以走得下去 所以這個是我在排斥後面一個比較深度的意義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角落 全你一個就是一個的! 第一次 愛河大友情 出發 308 愛北河 308 愛北河 308 愛北河 全家一起來 因為我們不要成為下個福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乾淨的島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們是小明女高的學生 然後我們是在一間店裡面看到 就是有反河之鬥 所以我們就想要來反河 就是覺得這個遊行很有意義 我們不想要有那種危險 就是我們想要讓自己的家園更安心 今天是我的第一次來參加這個 反河的行動 在許多民主的國家 大家都可以走上街頭 然後不要要自己的意見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熱血的 雖然我們並不能夠 然後就是一下子有很大的作為 但我覺得至少要有人開始 然後聲音才會被聽見 然後才可能會有慢慢的改變 甚至到死心 我今天會來這裡 其實我一年前的時候 還對於街頭上的這群人 覺得他們很怪異 然後我覺得他們為什麼要來路上阻擋交流 然後可是 我後來發現 我那樣的情緒是因為 我不想要被劃分到 另一邊 正義裡面 就是 我不想要被任何一邊攻擊 所以我其實是因為害怕 所以我才不表態 然後但是 當我大學畢業了 然後我也工作 然後我做的工作跟小孩相關 然後我就會覺得 當初不是我決定要蓋核電廠的 可是我現在必須為孩子負起這個責任 那 我今天有力量可以幫他們 把一些事情擋下來 那他們以後就不用負擔起 那些不是屬於他們 應該要去負擔的那些很沉重的事情 對 然後所以我今天 是為了他們才走到街頭上來 我今天想要帶我的狗來 是因為我一直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那之前在福島的時候 因為福島核電爆發 就有很多的狗 或是被移留在家園的 那我不希望這種事情 也是在台灣發生 那它是我們的家園 我也想要守護我們跟它的生命 我們抵達台中市政府 我們要告訴政府 我們人民不要核電 我們向政府訴求三要四步 我們要非核家園 我們要節電的政策 我們要再生能源 我們向政府提出了四步 我們不要核市場 插藍藥棒 身運轉 我們不要老舊的核電廠延藝 我們不要危險的核廢料 我們的中台灣廢核行動聯盟 不只只有在台中市 我們結合了苗栗縣 南投縣 彰化縣 跟雲林縣 今天各地的夥伴都齊聚在這邊 我們齊聚在市政府廣場 我們就是要告訴政府 人民不要核電 我們有夢 希望有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所以我們放下書本 離開書桌 用雙腳 在今天踏上街頭 而我們高中生 許多都已經18歲了 我們被法律賦予騎機車 考駕照 抽煙喝酒的權利 但是我們對自己的未來 卻沒有辦法掌握 我們沒有投票權 在公投裡 在選舉中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 表達我們的意見 還有我們的訴求 所以我們在這裡 誠懇地呼籲台下的民意代表們 在今年年底的選舉 不僅要拿出您的信念 讓我們能夠幸福 還要宣示您是反核 或是挺核的立場 更要推動下書投票權 年紀限制到18歲 讓我們用我們的投票權 投票權 支持配合家人的候選人 我們是張宗誠 我們為什麼堅持要廢核 這一次中台灣廢核大遊行 我們的標題就是愛廢核 廢核是世代公益 我們這代人沒有權利 決定後代子孫的未來 就是愛廢核 它的意涵 廢核就是世代公益 就是道德良知的具體表現 真空我騎在這裡 讓他們聽到咱的聲 準備討論 都沒有背景 生命就愛走歪 近來 無分當勢 無比大海 卡住在佛 沒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